只是因为打翻了家里的一碗米 女人就被丈夫连人带棚一块丢了出去 下一秒男人又突然关闭房门躲进屋内 原来他是怕邻居看到被人嘲笑 女人无助地整理地上的杂物 邻居看到一地狼藉赶紧来询问情况 男人又紧张地趴在门后听声 邻居很同情女人的遭遇 于是两人一起找社工寻求庇护 在社工的安排下 女人到深圳找妹妹暂居一段时间 而男人又拿出了那把早已打磨分离的剑刀 构思着下一步杀棋计划 果然没过几天 男人只剩一人找到深圳 接着的妹妹率先发现了男人的到来 她先去楼下托住男人 没想到女孩的一番讽刺又激怒了男人 男人到楼下抢来一把西瓜刀 声称要上去杀死所有人 意识到事情失控的女人也赶紧跟下了楼 男人又一次施展苦肉计 她把刀横在肚皮上 接着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 女人到现在还对男人抱有一丝爱意 我刚才在楼上 女人担心两个孩子的安慰 无奈再次冒着风险回到香港 女人天真的以为男人这次能放过她 可随着门锁打开 女人再一次被男人家暴 男人发疯似地掐着女人的脖子 打碎的玻璃碎片让女人双脚沾满鲜血 这一次女人不再忍上 她拨通了报警电话 女人被110直接送到了医院 在救治之后 女人知道再回去容易丢了性命 在同乡的帮助下 女人再次回到庇护所 可没过多久 女人听说家里的门上上了锁 她担心变态的男人 会对两个女儿做出变态的事 她坚持要回去找回女儿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不清醒 同乡怕她有危险 坚持要陪同她一起去 可女人的一番话 让同乡也不好再插手 你也是过来人 你都知道有些事 只有夫妻俩自己关上门 才解决得了 在同乡的建议下 女人去警署报了警 要警察陪同女人一起去家里查看情况 但是命运再次戏弄了女人 警察已警署不插手 家庭纠纷没有拒绝陪同 还一番嘲讽的话语 挖过女人没时找事 女人担心女儿的安慰 无奈只能独自一人去找男人 这一次 男人出奇的平静 她带着女儿在河边钓鱼 女人找到她时 也没有像遗忘那样暴怒 女人不知道 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回到家 男人没说一句话 那把打磨已久的钢刀 穿透了女人的腹部 就这样 女人在一脸惊恐中 倒在了血泊之中 男人杀疯了 再次把钢刀 挥向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这也只能说男人是恶 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又证明了她不仅仅是恶 还有无耻 还有禽兽不辱 她隔着肚皮摸了摸里面的狗器官 找准位置后 给自己捅了一刀 然后打电话报警 声称妻子捅了自己 还杀了两个女儿 老天有眼 让男人野命丧皇权 而后来的法医事件报告 也还原了事实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女人的命运是当时 大多数女性的缩影 女人家里没有男丁 第一次打工出去后 只回了两次家 第一次回家 用两年的工钱 给家里添了彩店 第二次回家 是带男人回去盖了新房子 她以为找了香港人 能乌鸦变凤凰 没想到却一步步踏进深渊 她试图跟母亲求助 但母亲是这样回答的 从此之后 她的家就不是温馨的港湾 再退一步讲 如果当初警察愿意 陪同女人一起回家 也不会酿成惨剧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女人不怕贫困且淋巴的生活 她是那么努力的活着 她只是想多得到一点爱 在巴掌大的天水 为站稳脚跟 她很努力 但命运不许 最后住院 普天之下 阳光普照 照亮所有阴暗的角落 消灭那些见不得人 且肮脏的家暴 为了